继全国之力穷力扎实推进 国家农业高薪技术产业 示范其建设 大家看一下 对面挂着一个牌子 你看一下 讲的是国家农业高薪技术产业 就是农业高估计嘛 应该是搞农业的嘛 估计看一下 应该就在那个牌子的背后 你看一下 这两边的话 都是曾经应该是建的房子 不知道为什么要拆掉 你看这里都是停拆位 滑的线都有嘛 现在都是杂草重生了 进步双门车 苏菲萍啊老乡啊 减菲萍啊 我说你是苏菲萍啊 这是减破浪 减破浪 它对面的房子要拆掉了 开掉了 他们在这里建设 是实在 全部都拆掉啊 对 已经开掉了 那原来是长逢啊 对 从来远龙 这样的 剪了那么多普通烂田 那些骑三轮车的都是 捡那个 捡废品的 就是这些工地拆掉了 拆掉了的话 他们还零零星星能捡到一些 废品嘛 那废品的话就可以卖钱嘛 老乡 捡了这么多废品啊 卖多少钱一斤啊 他是不晓得 这块地 房子全部搞掉了 拿来搞现代农业的 因为外面那不是一个牌子写的吗 这房子差了还能拿种地啊 还能种地吗 有点想不通啊 这根椎有红果蛮啊 他自己就要有红果蛮 挖到哪里 还没到汽水里 哪个新闻 还给水里挖到 还去哪里就要弯 还要签一块 你们这钢毁一天又多少钱啊 一天工资多少钱啊 一天工资啊 我们这次钢毁的 一天是吧 是做了多少钱 做了多少钱 啊 不要钱 没钱的 怎么可能没钱别干了 别干 挖出来的东西是我们的 哦 你们是挖那些铁啊 哎 哦 我还以为你是这边工地干活的呢 现在铁肥田卖多少钱一斤啊 肥田有没有一块钱一斤啊 没有 几毛钱一斤 几毛钱一斤啊 一天能 没事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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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在这里干一下 没事 一定一天能挖几百斤吗 有时候没有 有时候挖个一两百斤 那一两百斤也钻过来多少钱了 是吧 两百斤也比较开了 你看这缝子拆下来之后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房子拆掉之后 你看底下都是都是砖块啊 这个以前的建筑的渣渣啊 是吧 看一下 是不是都是这些砖块渣渣 这些砖块渣渣渣的 难道还能拿来 搞农业吗 有点想不通啊 到对面看一下 这些挖了一个个坑的 原来是挖钢筋的人挖的 挖了一个很多坑 是的 因为泥底下还有钢筋嘛 钢筋废铁 不懂烂铁 不是 这底下买了一个铁那么大啊 哈哈 那些你没看的呀 哈哈 那些吸血 这个是铁不是铜吗 是铜的啊 你没有发茶了 这边的话是工厂 在以前不知道是什么厂的 现在的话它拆掉了 这一家工厂正在拆掉 你看一下 以前也不知道是什么工厂 反正又看不出了 自己拿钩鸡 正在那边拆 你看 全部要拆除掉 很多费点啊 这个厂拆下来的 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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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厉害 我还没有弄懂这一家要拆掉的工厂的话 原来是什么厂 转了一大千都没有看到这个工厂的标志 反正这个厂的话就非常的大嘛 原来你看很大的 那拆下来非常多的废帖 哇擦成那样子 进场不容易擦起来也不容易 是吧 啊 这个厂的话原来应该也是大厂嘛 是吧 原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厂了 他应该连那些机器都拆掉了嘛 机器都不要了 你看一下 那一个个圆筒的也不知道做什么用 这圆筒 圆筒 要建一家工厂不容易啊 是吧 但是工厂要拆掉了的话也不容易啊 你看工人们也是忙得乐吼朝天啊 是啊 就是没有标志也看不出来是什么厂 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厂 有这个个桶那么大的 有点点像化工厂的感觉 大家看一下他这个圆筒的话 还要用车子拉走 你看这么大的圆筒 你看一下很大了 这个应该准备用车扎到别的地方去吧 哇 没 updates 好 说 Truy 感谢观看